沈老师 我是很用心地写的这个剧本 我也希望 你很用心地去诠释它 好吗 其他 有很多演员 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几十岁了 今天是来让你骂的 那如果其他的演员去死的话 沈老师您也跟着去吗 如果是不重要的细节 我是可以容忍的 可是现在状况不一样 这个丈夫有了外遇 他要跟他的妻子离婚 那么这个老婆 为了这个家庭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我是想通过这个侧面 来表现这一点 这是我的作品 我不能够不说的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而且沈老师 您演的是一个 生活非常简朴的主妇 你去涂着指甲油 你找我出来就来骂我的是吧 你这么有想法的话 你去当把你当演员呢 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 我早就不想你这部戏了 要不是看在他们的面子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去拿鱼的内脏 只有这么重要吗 你以为观众只看我的手指头 你说 观众只看我的手指头演戏吗 沈老师 不要瞧不起我们的观众 每一个错误的细节 穿帮的镜头 我们的观众都能把它找出来 然后放到网上去当作笑量 这部戏 好像手指头的特写没有什么 应该看不出来 没有啊 我就是从镜头里看见的 所以我才把它提出来 你今天就是因为这个叫我出来的 我再跟你谈工作 请你客气一点 好 二位 咱们打住啊 不能再这么说一下了 主要责任在我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拍好 我以后注意 咱们谈的是吃饭行不行 赵爷 我也是三十几年 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话 那是因为你太自大了 一下 一直以来 都是我作为编剧 给演员提出意见的 沈老师今天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演员 给我这个编剧提出意见 上次 沈老师你不是说 我们台词太长太拗口吗 从第三集开始 我就已经把台词改短了 你没有看到吗 其实沈老师你说得挺对的 我作为一个编剧 我是一个新人 我今后的路还很长 很辛苦 我很愿意接受别人 对我的忠告 只有我即使改正了 我才能更进步啊 你这干什么呀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过了 太过了 我只是说出演员的错误 就是过分吗 我说出我的感受 我也希望听到他的感受啊 不管我说什么 都只是为了能拍好这部戏 从我当演员开始 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 当时我就真想拿筷子扔到他脸上 我忍住了 算什么东西嘛 我跟他吵架就是有失我的身份 你也听到他讲话多难听 是 没这样 您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崩打了他 居然还我脸说 有了好演员 电视剧才会成功 又说什么 没有适合角色的这个好演员 这个剧本再好也没有用 说完脸就变了 真恶心 我没看过这么可怕的人 导演 我告诉你 你跟他说 我骂过他了 他什么样的东西 骂人 吼人 样样都行 他今天请客 我以为了以前的事情 都可以过去了 我没想到他是故意找我出来 让我难堪的 导演 你事先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 不不 不 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我发誓 他电话号码多少 给我 你不给我就复拍了 不不不 不不 我 我给他打 不给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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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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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喂 我是沈秀奇 已经拍到现在了 我就当我是给风狗给咬了 戏我会拍完的 然后呢 然后就到此为止啊 我再也不拍一个戏 我再见你的戏 我就不信沈 你随便 喂 喂 关我电话 这是什么玩意 我倒行 我的电话 导演 对不起 我以为那是我的手机 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啊 好多电话哪儿呢 导演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知道我不想接这部戏 你还要我拍 如果我身体气坏的谁负责 我早就气坏了 我都消化不良了 导演 这编剧刚刚都说什么了 怎么把他气成这样 你管他 我怀疑这俩是天敌 我还以为啊 是米大的报道 把他给吓死了 真没想到 米大 去吧 只是 你说 怎么没这样 你怎么会 eh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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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伟啊 主任 上次阴霞的那个事情 文章登出去以后 他有什么反应啊 好像没有 他也没打电话来 那他脾气还挺好的啊 他以前写文章 署名都是阴霞 这是他的笔名还是真名啊 好像是真名吧 怎么了 我随便问问 要不我再帮你问一下 好啊 好 你来了 你带水了吗 要带水 是啊 运动中 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的 好 没关系 你喝我的吧 没关系的 谢谢 好 大家准备好 我们开始上课了 好 我先介绍一下 我姓舒 大家可以叫我舒老师 现在开始跟我做动作 先坐于垫子上 你自己最舒适的坐姿盘坐 背部挺直 双肩自然放松 双肩自然放松 调匀呼吸 闭上双眼 想象一下在美丽的新风下 当我们熟睡的时候 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正在慢慢苏醒过来 而我们在这安静的环境中 慢慢进入瑜伽 对啊 还在生气啊 没有 昨天 采访完 是他要我一起去喝酒的 是他主动提出来 请你喝酒的 对啊 我看啊 他是别有用心 哪儿有 就是一起喝个酒而已 采访于在咖啡厅 随便喝杯咖啡就行 哪有边喝酒边采访的 他请你吃饭喝酒 你以后再写采访他的文章 还能客观公正吗 如果他的作品不好 你还要替他写那些 吹访他的文章 再有 你们在一起喝酒聊天也就算了 还说别人的坏话 你是记者 这样的行为很不值一 我们哪有说别人坏话啊 昨天你们不是一直在说那个音霞吗 我看那个编剧写的东西啊 也并没有比音霞写得好啊 你有时间看电视剧吗 你怎么知道他写的不如音霞啊 这次东方台播的音霞的戏我都看了 反而我倒觉得江南台那个编剧写的东西都是一个路数 都是美女加间谍的故事 美女本来属于正义的一方 但是爱上了间谍 后来为了他爱的人 背叛了自己的组织 当了间谍 最后的结局 都是美女为了间谍献出了生命 这样的内容太老套了 他自己写的东西都没那个水准 还有资格说别人 我要是他的话 我都会拒绝接受采访 你怎么知道这么嫌弃啊 我只是碰巧知道了这些事实 那个编剧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 为了写剧本 一连几十天不出门 我看他倒挺喜欢跟季爵出来拉拢关系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这也不重要 另外 你以后工作的时候别喝酒 这样不喝 真是不年轻了 这酒鞋动作做起来很困难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 别着急慢慢来 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我家离车挺近的 我走了就回去了 那我先走了 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 今天的事谢谢你 没什么再见 再见 你们俩说什么了 您对你热情吗 我没拿水 她把她的给我了 她来说 这项运动要慢慢适应 那你送她回家的 没有 她说她家离得近她可以走回去 你不是说 这一开始别显得太有好感吗 嗯 你做得好 来 吃了 嗯 你家练得怎么样啊 一次 手忙脚的 那林做得好吗 嗯 这漂亮女孩做动作就是好看 嗯 嗯 嗯 不会 连着对我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我自己当相思吧 妈的个性你还不了解啊 我决定的事情那一定要做到 到现在妈决定的事情哪件没做到 哦 就一件 没能治好你爸的病 嗯 林一定能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 啊 那我 指示跟她见见面就行了 当然不行 那得一步一步的计划好 你就按我的指示做就行了 好 来来来 好痛 哎 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呢 啊 啊 瑞姨明天早上叫阿姨也帮我煮点白皱 啊我已经说过了 哎 老公 你去帮我修理一下 就是那个编剧啊 今天让我难受的就是他呀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初步拍完戏 他说要请我跟导演吃饭 那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送了个花篮给他被他退回来 还有啊 你不是写了一篇文章批比过他了吗 我以为他受到了教训啊 他会收敛一点 就没想那么多 我就去了 就一开始我们聊得很高兴 没想到他那个脸说变就变 在陶冶面前把我骂了一顿 他怎么这样啊 哎真是把我给气的 我真的差点拿筷子往脸上给扔下去 哎真是丢脸呢 害我颜面扫地 哎呀我还是认输了 还有一场戏 是我收拾鱼的戏 他就为了这个骂我 说我动作做得不够好 说我是一个不会做家事的女人 我演戏演了三十几年了 没人家骂过我 还说我自大 太过分了 那其他演员在场吗 舅导演跟我 我觉得他是有预谋的 我从来没看过像他这么恶毒的女人 他还特别冷静 说话真真见戏 一点也不激动 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白脸的 把我哄得团团转来 又把气得全身发抖 就是有一股气顶在我胃里啊 要是整个吃得都吐出来 妈 你别生气了 我帮你整他 这次我用真名 反正那个烂死也没什么的 还想边播边拍 想得美 我让他过不了几天就消失 妈 你别生气了啊 我每次面对沈小金 我都咬着牙忍着 我努力不去想我死去的弟弟 还有我妈 可是我特别害怕我忍不了 我也发疯发狂 我在想 有一天 咱们知道我是谁了 在我面前颤迫 痛哭流涕 也许我心里会好睡一点 如果有一天 我心脏病突发了那怎么办呢 你应该去看医生 没用的 每一次去医院医生都跟我说 我没有任何病 我害怕 如果我不在了 我妈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吗 如果 如果我妈她的眼泪可以复明去过 可以放弃自己的计划 好好地过日子 凡事让我宽处想 还有很多人比你更不幸 也许我说得太轻巧 毕竟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那名字的事 我怎么告诉她 你就跟她说 殷霞是我的真名 那采访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 下个礼拜 电视剧播到一半吗 我知道了 你不会心软了吧 你现在不能说出任何事情 放心吧 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收视率很好 高兴吧 有什么可高兴 如果你的收视率不好 所有人都会骂兵俊 所以这个作品一定要成功 你想想看 如果这次不是收视率好的话 沈秀琴会更加嚣张 是啊 要不是看在收视率的份上 她估计会耍大牌 随便找个借口 就不再继续忍下去了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朱旺知道这件事怎么办 她可能会从瑞银那里知道这件事 知道也没关系 我以一个编剧的角度 说了该说的话而已 那 你看看 恭喜你 收视率提高了两个点 超级粉丝李猪旺 真有意思 她已经成了你的超级影迷了 你说 要不要我先给她打个电话 然后跟她说我喝多了 让她来接我 好啊 你给她打 其实有时候想想想 李猪旺挺可怜的 因为她是无辜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站在她的李猪旺之下 我一定要撑罚她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的脚步 我给她带了我的脚步 有时候 你不记得把电话 不容易 我们给她打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又不开灯了 你回来了 怎么还没睡啊 时间还早呢 盛美呢 她回家了 那你早点休息吧 我帮您弄完吗 不用了 你去吧 阿比 帮我把灯给关了 别浪费电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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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主任 那你打听那个事情 那个编剧啊 对 怎么样了 音霞是她的笔名 她还有一个原名 那她的原名叫什么呀 叫 音丽莹 她多大岁数了 二十九岁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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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李莹 来吧 李莹 你怎么了 梦到立音了 老婆 你胃好点没有 好多了 睡吧 没睡就好 那 聊人多嗨 妈 你说瑞银订婚典礼马上就要到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请我去啊 哎呀人家订婚 你只是配娟 没请你就不去了呗 怎么就送配的了 我是真正想祝福他呀 这个小心眼的 肯定还是我亲 妈 快点吃饭 行了 朱啊 明天就订婚了 现在什么心情啊 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今天瑞银啊 打扮的肯定特别的漂亮 当然了 现在是她最漂亮的时候 来 干啥 今天这个汤啊还不错 有点奇怪啊 你 奇怪什么呀 牙齿怎么玩啊 奶奶 你那下巴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妈 我看看 你行吗 怎么了 伤火气 什么在这 啊 快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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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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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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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出来浆汤水吧 哎呀 不是 先咋 妈 妈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哎呀 妈 妈 你甭着急啊 妈 没事的 你别紧张 没事的啊 来来 滚滚了 妈 您放松一点 别紧张啊 您放松啊 妈 您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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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别紧张啊 我们都在呢 家主请在外面的 妈 哎 哎哎 有点生的 医院啊 妈 没事别动 嗯 妈就一直在这边啊 奶奶一定没事的 行了妈 没事没事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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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盛美啊 哎 主任 那个编剧的事儿 问到了吗 哦 问到了 音霞是她的真名 确定啊 确定 我跟导演打听的 应该不会错 那她多大岁数 不是三十二就是三十三吧 哦 好 大星 好 谢谢啊 嗯 喂 是我啊 哎 好 我马上来 嗯 所以朱旺和瑞银 这次订婚的事儿啊 延后 没办法 应该的 奶奶是我们两家人里边 最年长的长辈了 她必须要到场的 嗯 哎 我妈妈过去身体好急了 是啊 这次还真帮我吓坏了 已经是万幸了 不用动手术 是吧 老天保佑啊 当时我妈从卫生间跑出来 拼命大叫 哎呀 哎呀 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哎呦 那可以根治吗 哦 我打听了 嗯 根治面胎啊 就是用针灸 完了在内服一些中药 嗯 我听大夫说估计有半个月吧 就能恢复了 嗯 哎 这次可真被吓到了吧 可不是嘛 特别什么老太太在那做那个脑CT 把我跟周旺吓得呀 紧张死我们了 哎呀 幸亏啊 幸亏不是脑中风 那就好 哎 哎 这次啊 可得让老人家好好恢复一段时间吧 是是是 哎呀 可就是我们觉得 怪对不住瑞盈也对不住你们的 瑞盈是不是特失望啊 哎 没事的 这件事 也没办法吧 我看 就让朱旺和瑞盈他们两子去商量吧 哎 好好好 哎对了 不过那个场地的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费用啊 我们 我们承担啊 哎呀 虽然你少钱 这种小事我们负责就好了 不行 这就必须是我们来 我们来 哎呀 别跟我客气啦 喂 请问找谁呀 你好 我是银河影视公司的高阳仲 请问你们应霞小姐在吗 你等一会儿啊 丽莹 丽莹 嗯 喂你好 你好 我是银河影视公司的高永仲 我想请你们出来谈一些事情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电话的 想知道总会有办法的 明天见面有时间吗 可以啊 那明天联络吧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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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人吧 是不是缺点创意啊 同样款式的衣服你再得试两件 你管得着吗 我就念旧 好 好 这件衣服我买了 好的 谢谢 真是冤家屋宅呀 唉 应该说我们俩三个人吧 麻烦 帮我把这几条衣服 还有我身上穿的这几条 还有这个帽子 还有这个年纪号 这条项料包啊 谢谢 你买这么多啊 小意思吧 太奢侈了 咱们随吧出去打呗 那 你请我呀 怎么那么抠啊 你家那么有钱 还让我请你呀 真是 谁让你买那么多衣服了 你买完衣服就没钱了吗 谢谢 不客气 瑞瑞 我听我妈说 你和周昂哥订婚典礼延迟了 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是啊 因为他们家出了点事 唉 你可真够倒霉的 快订婚了吧 又遇到这样的事 哪有什么倒霉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管些事啊 大小姐 我这是担心你啊 你为了婚礼 准备很长时间吧 谁要你担心了 因为周昂他奶奶生病了 所以才延后 再说了 又不是延后一年两年的 你心情不好 不要拿我撒谎好啊 谁拿你撒谎了 唉 以前吧 你我和朱旺 是同一个大学 同一个系的师兄妹 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以后他就是我老公了 那怎么了 那你就别总是有事没事的去找他呀 真是好笑哈 不知道呢 是谁那成年嫉妒来嫉妒去的 如果有嫉妒呢 也应该按耐着点 要保持起码的风度 你说是不是 就像那天唱歌的时候 哎呦 某些人呢 就不停地嫉妒啊 嫉妒啊 妒忌啊 搞得气氛都一团糟 那天 那天是因为我肚子疼 亲爱的 我们以后说谎 可以说得有水准一点 哎呦 你真别出现这种表情 真的这种表情特别假 特别难看 你才难看呢 你不扑不笑都难看 哎我就不明白了 你 你怎么自我感觉就那么好呢 你不知道吗 你们电视台的人都在笑话你呢 不可能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啊 我胡说 哎 你忘了 我经常去你们电视台采访啊 收集资料啊什么的 我每次去都听他们说起你呢 那是因为我很出众啊 是啊 因为笨得要命 所以才出众呀 哎 你说你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什么都没学会 还是只能给别人端端茶啊 送送水什么的 这也就算了 你还天天一身名牌 一件衣服顶一年的工资 还总在导演面前赚来赚去的 音乐营我真是告诉你啊 我和李中央之间是纯洁的友谊 这点你干涉不了 他是我大学师哥 这点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如果你没有资金你可以放弃啊 这次叮婚典礼的延迟 就是上天对你的启示 你真是鬼上身啊 这嘴子突然也坏了 嘘 你别瞎说 还鬼上身 那医生不是说了嘛 引起面胎啊有很多原因 像受风啊 着凉啊 情绪紧张啊 你别说您了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有得的 你主望和瑞颖肯定着急了 瑞颖长发心里准备骂我了 哎呀 不会的 不就推迟几个礼拜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妈 您呐 就放宽心好好养您的病 您瞅瞅 她嘴都这样了 您这儿还在说话呢 哎 这得多说话 多运种这一部位的肌肉 她才能够促进她好得快 哎 对对对 您说的有道理 哈哈哈哈 我 喂 嗯 多说话 多说话 说 说 说 使劲说 好 瑞颖 怎么了 不高兴了 我也没想到奶奶会这样 要不 我们赶在七月份吧 我喜欢天气热一点 那样的话 气氛也会更热烈 都听你的吧 反正推迟的是订婚 又不是结婚 我没事的 那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啊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每件事情都特别不顺利 整个感觉都不好 以前和你见面 每次我都特别开心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现在和你见完面回家 我都是气呼呼的 我都是气呼呼的 这些事情让我好烦 好累 其实人人都会这样 你现在只是情绪的低潮气 过了这段时间就没事了 好 我今天的心情简直是坏透了 我看不喝点酒 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了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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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得对你更好一点才行 初啊 你还喜欢我吗 那当然了 在所有的事情里面 被你骂是最不好的 你一骂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可从来没骂过你啊 谁说的 上次为了那个片剧的事 你说了我多久啊 好了好了知道了 以后啊再也不回了啊 瑞瑞 你吃饭了吗 没呢 你没吃饭怎么能喝酒呢 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 我想再看看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是什么 三位一寿司 你不是最喜欢吃了吗 赶紧吃了 昨天吐完了就一直没吃东西 对吧 老公 老公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 应该的嘛 瑞瑞呢 啊 就住到那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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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